讲了以后啊 我倒是没看到你这个 你讲的法广的法刑社的报道 但是我倒是看到另外一个报道 就是双方中印双方之所以动石头不动枪 是因为双方原来有个约定 而且不是第一天了 好多年了 为的就是防止双方动刀动枪 因为印度方面也是这个一点 那么可能这个咱们现在谈这个动刀动枪 有时候这个想的是大家在平地上打仗 打架 在一块开锅地上双方互相动拳动脚 但实际上这回不是啊 这回是在你们谁爬过华山呢 嗯 你华山那个最显要的地方 中间就一米宽不到 两标注悬崖 你在双方那里上边打架你说 谁能赢 那肯定是带棒子的家伙赢对不对 那实际上这回就是真是这样 所以我我想先呢 这个说一下这个 双方发生冲突的地形 然后再讲冲突的情况 最后来分析动机 哇 你还做了很多研究啊 我稍微搜集点次来好 我还看了地图了 也包括看了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实景图 这样的话我就能有个概念了 就那个什么地方什么样 就是这次发生冲突的地区 是在中印边界的西段 尼泊尔的西部 那边是一片山区 山是险峻交通不便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所谓的边界争议区 就为什么争议呢 就是中印的边界 中国印度之间边界 长期以来是有争议的 就是所谓的边界 本来所谓麦克马虹线 只是在地图上画一条虚线 就跟中国的南海画那个九段线一样 就他用铅笔的 地图上画一道 那是这个人为的一种边界 那可是呢 你那个曲线底下的实际地形是山谷 有在山顶上有在山脚下 一般的国界应该是以河流或者山谷 作为自然的地理界线区分的 这样比较容易这个画得清楚 但是你用铅笔线在一个山区里头 随便画一道 你怎么落实到地面上呢 实际上这是很难啊 就需要双方去配合在一起 爬山越岭 一米一米就刊定 然后说在山上到这的时候 这个这块石头这边是我的那边是你的 你双方得合作呀 你只要没完成这个事没有地界刊定 双方的争议就没完没了 那么和中印之间就这个事从来没做过 所以就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实际控制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谁控制了算谁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冲突地区是在荒芜人烟的高海拔极寒地区 气候恶劣地势浅决 在这种地方双方都没有居民 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争夺的资源 争的就是各自的面 所以你不可能因为经济活动而引起纠纷 他就没经济活动 那么如果说有纠纷是谁纠纷呢 军人 因为那个地方除了军人没别人 也就是说如果有摩擦有纠纷有冲突 一定是军人 主角肯定是军人 那么对军人来讲 他们本身如果没有接到命令 他是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 因为这个军人他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 没给他下命令 他自己擅自说我今儿高兴把对边给揍一顿 那个东西军人要受受自己的部队的处罚 那么换句话讲 就如果军人和对方发生冲突 那背后就政府 也就是说政府想制造摩擦的时候 军人就会奉命去摩擦 奉命行事 那么这次呢 发生冲这个摩擦的地方不是平地 是在俊峭的山林顶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所以双方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就相当于在华山最显要的 那个山顶上两边都是悬崖的时候 你双方在那上互相推上打斗 那很容易把对方一推就推下山顶摔死 那么印度讲的很委婉 说是因为极地高寒很多士兵受伤以后没有能够及时救治 其实准确的来讲是那一旦被推下去以后 找都找不着 找他就费半天劲 那么这样的话呢 摔伤以后没办法及时救治的 所以摔了下去就基本上就玩完了 那么就双方来讲士兵的状况是什么呢 中方士兵带的工具是上面装了铁极力的大棒子 印度士兵没有大家的准备 那种大棒子是冷攻击性的冷兵器 就回到了这个有这个火枪之前的古代 那这种大棒子如果不是事先奉命准备的话 一般人不是平常日常知情费的准备好的东西 解放军几十年没用过这样的冷兵器 那印度士兵也没有这样的冷兵器 所以很显然的事先准备要冲突的 事先准备好大棒子的带铁极力的 这种大棒子是中方 那么过去这个边界双方的巡逻队 会沿着实际控制区面对面的展开横幅 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个主权的意思 然后呢举了横幅以后就各自各走 各走各的回家了 那么印度是每年会记录呢 有大概数百次中方跨越这个实际控制区的边界 越过边界的那个控制区的边界 进入硬方控制区 每年有数百次 那么2013年以来双方的对峙呢 这个时间更长 中方甚至进入故意的进入硬方控制区呢 在那里安营扎寨 那么2013年第一次对峙呢 是数周 2014年一次对这个也是好几个星期 到了2017年在洞朗高原那个地方 双方对峙了73天 就中方进入硬方控制区不走了 我就待呢 不过呢到那时候为止 双方都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也没有斗殴和敌 然后当时遇到这种情况 就双方对峙以后呢 最后是双方在实际控制区 中间的地方建一个缓冲区 一到两公里 双方呢 巡逻队都不进入这个缓冲区 那就不会再出现打架 但是呢 最近是就今年 印度巡逻队去这个缓冲区检查情况的时候 发现呢 中国在那个缓冲区里的造了建筑物 那么他们就试图把那个建筑物给摧毁掉 然后中国巡逻兵就开始攻击他们 那么一旦动起拳头 局势就失控了 我下面引一段这个中共官媒的话 他这么说的 他说此次的中印冲突事件 前线的技术脱离问题并不难以解决 中印之间有成熟的机制来管控分歧 这也是双方在过去数十年的不间断冲突中 未发生死亡案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面这两这几句话呢 这个还算比较客观 说明了就是其实中印变界 所谓的技术脱离就是双方不要 这个抗议了以后或者是怎么着 这个双方都互相退出 这个脱离 技术上从双方离开 脱离这个不难 不难解决 而且双方有很成熟的机制来管控分歧 但是这个官媒也说说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当中 产生的那种心理优势依然更深地固 所以尽管中国主流的声音认为中印没有必然的理由导致兵戎相见 但是那些对中国曾经的在印度的军事成功感到自豪的民族主义者坚信 必要的时刻需要以实际行动实际动作敲打印度 以遏制印度国内挑战中国地位 并成就其大国梦想的冲动 你听着好像这个中印冲突是国内的民族主义者造成的 什么是民族主义者 军人是以服从命令添职的 也就是说上面不给命令 军人自己不能擅自行动 那么那些整天叫嚷着要这个敲打印度的是什么人呢 网上的小粉红 那解放军是听小粉红命令行动的吗 不可能啊 小粉红要能指挥军队 那就谁都能指挥军队 那很显然的 真正能下打冲突命令的 是中国军方高层 那么实际上从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以后 双方保持了48年和平 然后今年冲突再次爆发 5月底双方首次爆发冲突 那一次解放军是一次打伤72名印军 俘虏5个人 就这个数解放军自己没有上网 就这个数字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谁是有备而来 谁是措手不及一目了然 你能够一次性打伤差不多一个连的印军 可见解放军出动的兵力人数多达数百人 那么这个事发生之后 6月6号中国和印度举行的军长级会谈 就双方的军长在印度境内靠近边界 一个叫拉达克的地方会面 然后商讨双方要解决这个对西马拉雅山地区的这个对峙问题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双方再次重申 我们都各自严格规定自己的国家的士兵 巡逻是不得开枪 以免把摩擦演变成武装冲突或者边界战争 但是6月15号晚上再度发生中印边境冲突 连续数个小时 那么印度是多名官兵 受伤官兵坠落山区难以抢救 所以至少有20个人在高寒低温下死亡 那么最后就是这个一个问题 中共为什么要再度挑起中印边界冲突 我是觉得说好像跟中共在中美冷战开始后 感到处处受制啊 非常不满这点是有关系 想敲打一下印度 要逼印度听话 你比方讲 这个印这个日本呢 出面牵头要搞一个所谓的 这个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那么印度拒绝参加 然后又后来中国又主导提出来 要搞一个叫做这个全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就是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但是中国中共是想通过这两个东西来摆脱美国的经济压力 免得说受到美国的这个所谓脱钩的这个经济压力影响 但是呢由于印度这个态度不合作不加入导致呢这个中共要摆脱的美国经济压力的一些尝试啊带来重重困难 那么我看到德国之声是这么分析的 就这次边境冲突之后 印度呢可能迅速转向外交和经济政策 来反制中国 德国之声分析有六种方式 第一种是拒绝华为的5G 第二是抵制中国产品 因为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说至少呢 现在有100种中国产品在印度被认定有清销 印度将展开这个反清销行动 然后印度有一个最强大的游说团体叫全印度商人联合会 他的一个全国秘书叫做马哈建 他表示呢说这个全印度商人联合会有7000万印度商人 他们都在要在全国加强反对抵制中国商品的运动 那么第三个就是印度准备继续施压中国调查疫情源头 第四个是抱团对抗中国 南华早报提到呢说新德里现在正在考虑 全调整地缘政治关系 那么现在与中国的冲突可能进一步促使印度接受美国的游说 进一步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 遏制中国的南海的扩张和军事行动 那么第五个是扩大国际参与 选任专家进入国际组织 在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中积极参与争取印度的话语权 第六个是增加军力 现在双方都在增兵 所以我感觉说这次事情的爆发很显然是中方挑起的 但中方并没有真打算开枪 只是想对印度施加压力 那么印度死了人 中方实际上因为他是有备而来 所以他带着大棒子带着铁吉利的大棒子 那印度人空手和他们打肯定不行 所以吃亏的当然就是印度人 那么现在死了20个人以后 印度在举行国葬 那么后续呢他可能不会用武力报复 但是很可能会用非武力手段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所以应该讲这次中印边境的冲突 或许这个阶段又过去了 就不会再延续下去 不会进一步扩大 但是中国又在外交上 在对外关系上又输了 这次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